佛常常在经论上教导我们身心殷孔 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长啊 我们要能够深深地体会 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 照顾别人就是照顾自己 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真诚心 这个就是菩萨道 佛在经论里面 教菩萨 修学的六个纲领 六个原则 在佛经的名词称为六波罗密 一般在讲经只是把这六个名项啊 粗描淡写一下就过去了 让听的人听起来似是而非 好像懂了 其实一点也不懂 这六个纲领 这六个纲领 树不尽的 释迦摩尼佛 说法四十九年 天天讲 由此可知 它的意义升光 尤其重要的 要落实 第一个是不是 对于 这些没有人照顾的 老人 我们要特别关怀它 关怀是不识 爱心的不识 慈悲心的不识 不识爱心 不识慈悲心 不识真诚心 不识亲信心 这一类的不识 很少认输 只知道看到 他们有衣服穿 我们去买几件衣服送他 他们有吃的东西 我们送他一点粮食 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 这个功德做的 就不圆满了 不但是不圆满 实在讲没有功德 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 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 圆满的福德里头 是有真诚的爱心 真正的不识照顾 慈悲救济 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 我们学佛的人 清除明了啊 好 好 好